好,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感谢神,可以在你们中间,跟你们一起来敬拜神。 我们看见神祝福我们教会, 祝福博语部弟兄姐妹, 我们是师母中心的服侍, 弟兄姐妹同心, 我也看见博语部的人数增加, 每次来,看见都有些我不认识的。 那就是一个很感谢神的地方,对吗? 如果还是来群人,那就有问题了。 那这些新的,你有见过的。 我们很感谢神,欢迎你来到我们中间, 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也成为你们属灵的家, 我们一起来追求,一起来爱神, 一起来服侍神, 特别在这段时间,我牧师所讲的题目, 重点都在应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 今天我不是讲到哪一份, 我们都跟哪一个人有关系, 因为他已经长了, 我就让他一直长下去。 好,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你们看。 今天特别讲到这个诗篇131篇, 是很短的一个诗篇, 但是你看到这个荧光幕上面, 我重新将这个诗篇按照经文, 其实跟你们读的一样, 但是稍微整理一下, 希望你看见这个诗篇的一个重点, 留意这个重点怎么作者大卫, 怎么表达他的内心出来, 以及我们看见一些, 应当在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想到要服侍神, 我们想到爱神, 我们想到哽恩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样来面对我们的神。 最后呢, 你一看见一个西非开启的时候呢, 它可以分为两大段, 所以第一、第二节, 就是大卫对耶和华来说的话, 所以耶和华一开启, 就第一节第二节, 然后第三节呢, 就是以色列啊, 你看见了, 在你们笔记里面呢, 也有这个图在里面的, 应该是, 所以呢就是说, 他首先大卫向神, 长了他内心的, 对神的那个表达, 也就是他转过来, 对以色列啊, 对他的百姓, 对他的国家, 对他的国民, 发出个要求说, 你们要仰望耶和华, 从今时, 直到永远。 所以整个诗篇呢, 前面第一、第二节呢, 最大卫表达他一个, 怎么仰望神的那个心, 是怎样的一回事。 研究后呢, 他就发出个呼吁, 请你们, 所有国家, 整个国家的人, 所有人, 像我一样, 来, 从今时直到永远, 做什么事情, 仰望耶和华。 所以仰望神是一件, 在我们生命里面呢, 很重要的事情。 仰望神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做仰望神呢? 就是对我们的眼光, 眼光向上, 看着神。 对吗? 有时候我们生活的很多事情, 我们只看事情, 或者是我们只看周围的情况。 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住在美国的时候呢, 我们很担心, 为什么? 哎呀, 你看见这个, 什么什么, 从今年的方案就通过了, 待会小孩子到学校里面, 他觉得我是男生的, 可以跑到男生的厕所, 但是呢, 三个小时, 我觉得我是女生的话呢, 我是男的, 也会跑到女生的厕所里面。 那么, 在三个小时, 我还是回过男的身呢, 我跑到男的那边去。 那怎么办? 对方说, 哇,我们的三一代怎么办? 我们的孩子怎么办? 我们的孩子怎么办? 我看见好像, 哎呀, 乱七八糟的一样。 那个道德好像没有标准。 但是, 你整个世界跑一个圈看一看, 没有国家都要这个情况。 对吗? 上港也是一件。 也有个, 我刚回到上港的时候, 找两个星期, 我从中国才上港回来。 我在上港哪一天的时候, 然后星期六, 我跟太太师母出去, 试一下刚刚借了师母的飞机。 我们要回家。 在路上面, 井和家中堵住了。 为什么呢? 原来是有个大的游行。 什么游行呢? 是统计游行。 什么叫统计游行呢? 他们拿一个彩虹的旗, 拿住, 上了很多出名的电视明星, 电影明星带队。 很多人跟着说, 跟着一个很, 对上海很有影响的议员都出来了。 我们这个是给他们自由, 来表达。 然后我们就问, 我们的自由为什么给他表达呢? 他们有自由表达我们呢? 哇, 整个街都楼住了, 电视明星都出来了。 哇, 很多人, 今天的新闻包括都包括这个事情。 我们就给这些同志们, 不是国内来的同志们, 是同性恋的同志们, 不要搞错啊。 同志们, 我们给他自由, 让他们有选择权, 每一个人都应该怎样, 应该怎样, 应该怎样, 应该怎样。 你看见这个情况, 如果我们好像我们哪一年, 第8号提案的我们出来, 婚姻是一男一女的, 出来游行怎么样? 可能没人欢迎你来游行。 你不用讲到你们这些, 我们都知道。 哎呀, 你看见, 周围的婚姻是一样。 我们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代, 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应该怎么做基督徒? 我们怎么在我们的信仰, 在我们的生命, 在圣经里面教训那个道德的标准, 表现出来呢? 我们又站稳, 站稳, 让人看见我们的立场。 无论你说, 我讲的是什么, 违反了什么, 这个hate crime, 批评的法案还怎么样, 圣经我们还是这样。 我们来到今天是说, 同心念是犯罪, 圣经讲是犯罪。 但是, 我们爱那些, 有同心念的人, 因为神也爱他们, 希望他们会改。 如果他们愿意悔改, 我们愿意接到他们。 对吗? 这是圣经的真理。 我们就是简单讲, 大会你叫我坐哪位好, 叫我出去走哪位好, 圣经要讲。 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这样讲呢? 怎么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站稳呢? 有我们意觉在这边, 就是仰望神。 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 从神那边, 最后得到力量来站稳。 有些有经验的, 坐船的人呢, 有些今天你们也很习惯坐游轮啊, 游轮几天没有什么。 坐船的时候呢, 有些坐船呢, 坐很长的时间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了, 有这个什么, 坐船里面很不舒服怎么样, 会有吐啦, 不舒服啦, 头晕啊, 有这个情况。 他们有经验的人说, 如果你坐船, 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 你应该怎么做, 你知道吗? 在那的时候, 还没有什么药, 会给它吃啦, 没有什么东西, 戴在那个手上面, 压住那个地方之后, 减少这个症状了, 有没有啊? 然后有一句, 我弟兄, 如是跟我们去钓鱼, 我出去那个, Long Island上面来钓鱼, 他说, 我是上船以前, 给你这个袋, 有一个东西, 压住那个地方, 就上船之后, 就减少这个头晕了, 有没有, 有没有吃过啊? 我吃过来, 去真的屋头晕, 不是, 我屋头晕, 有没有吃过, 我都不知道, 但是呢, 不头晕, 也没有钓到鱼, 钓到鱼都说, 不够长, 丢下去, 不够长, 丢下去, 结果, 我们还是在路边, 买些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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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带看, 不够了, 那坐船呢, 就是头晕, 头晕, 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他们有个逼诀, 他们当时, 当没有这个药的时候呢, 没有这个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他说怎么最好呢? 当你头晕的时候, 坐船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抬头, 看那个天, 他说如果你头晕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海浪, 因为海浪不同地摇动, 不同地飘动, 你更头晕, 你看那个船边, 也不行, 因为船边的海浪就是往来摇去, 一直头晕, 相对那个海浪跟船不摇动的是什么? 就是天, 当你看这个好像相对来说不变不动的那一部分呢? 那个天空的时候呢? 哎, 你就可以减少这个条晕, 因为你不会跟着他飘嘛, 明白我的意思啊? 哎呀, 我听到这个时候, 我觉得真的, 原来我们仰望神, 我们的神是在天上面, 是永不改变的, 昨天, 今天, 直到永远, 他永远不改变的, 我们看着他的时候怎么样? 无论这个时代怎么养, 怎么飘, 怎么讲, 我们可以照你都问, 所以大卫说, 以色列啊, 你们要仰望神, 几个活着的人要仰望神, 而且是从今天, 直到永远, 无论在什么时刻里面, 在什么时代里面, 面对什么情况都好, 我们奇俗不断的来仰望神, 从今时直到永远, 是一个现在进行, 一直进行,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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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上去, 不如说, 我今天有事情, 当然要望神,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在买, 生病的时候怎么样? 祷告, 明天要考试了, 祷告, 牧师还为我们祷告, 为什么呢? 牧师没有什么事, 只是希望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 都真的没有的, 牧师为我祷告什么事情, 病得很重了, 孩子明天要考试了, 他们要搬家, 我的孩子还没有找到对象, 他的事业没有工作, 乌师为我们祷告, 总是姐姐, 对吗? 有没有人说, 乌师为我祷告, 我没有什么事情, 希望你会有祷告没有? 如果姐姐有, 我们会太忙了, 也做不来, 但是有时候, 我们真的没有什么事情, 我们怎么样? 忘记了呀, 忘记了, 但大卫说不, 有事情也好, 没有事情也好, 没有事情也好, 有严重的事情也好, 我看为最重要的事情也好, 有时候我以为, 没有什么事情, 很平安, 很平顺的时候都好, 怎么样? 还是仰望神, 因为人生很难说, 当你以为平安, 平顺的时候, 怎么样? 不理解这种事情出来, 那个时候, 我们没有仰望神的心的时候, 可能就处理不到那个复发的事情, 所以无论我觉得我是平安也好, 不平安也好, 顺利也好, 困难也好, 大卫说, 从今时, 直到永遠, 都是仰望神, 上来到天上面, 你跟我, 都应该去到天上面了, 对吗? 有没有来一个不去的? 空气全力我不去了, 都没有, 我们都到天上面的时候, 弟兄姐妹怎么样? 到天上面, 你看谁啊? 还是仰望神, 还在那边, 神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的锅, 我们在那里, 不见其他人的神, 都在宝座上面, 天使天君来敬拜祂, 我们也在那里敬拜祂, 我们整个人, 整个集中力, 注意力, 都在祂身上。 所以将来我们有做这个事情, 打步今天怎么样? 好好的内心, 对吗? 从今天开始做, 让我, 我一定张开眼睛的时候, 我就仰望了, 我不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可能是很顺利的事情, 一会去老板说, 好了, 明年, 扎身水, 好不好? 加工钱, 好不好? 最好是, 明年我们公信真是不行了, 去捡你10%, 不行? 不太行, 不把神好了。 要不这个呢? 哎呀, 抓住神, 无论增加10%, 减少10%, 减少10%, 我的神没有改变, 对吗? 我会重新安排我的生活, 减少一点, 我会安排我的生活。 事实上, 我们今天真是蒙神的恩典, 大多数来说, 当年有特别的经文节目有意外, 很大多数来说, 我们生活在什么恩典下面, 如果真的减少了15%, 还会生活下去吗? 我相信大部分我们还可以, 辛苦一点。 现在涨25%呢? 可以吗? 可以吗? 想一想。 对吗? 就只有明年没有Bad 5就好了。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事情, 每天怎么样, 我都要忘神。 那么大卫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富裕? 他自己经历什么事情呢? 你看见几个重点就是在前面第一, 第一第二节。 他都说, 我的心, 我的眼, 真的说我的心平稳安静, 我的心在我里面。 在中文圣经翻译里, 看见有三次说什么呀? 我的心。 事实上呢, 在原来的圣经里面呢, 只有第一次是用心这个词。 第二第三节那个心呢, 原来的希伯来文不是心这个词, 是我们的灵魂, 是我的灵, 或者我的魂。 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都是我整个人。 在旧约圣经里面, 很多时候说到这个灵魂这个词, 这个我的魂这个词呢, 不一定是说我们自己想象的这个灵魂的哪一部分。 很多时候旧约那个魂这个词呢, 是代表了我们整个人。 所以从希伯第二章第七节, 神做了亚当以后, 就是说什么呢? 神在一口气, 吹在他的飞红里面, 他都成了一个什么样? 犹灵的活人。 这是中文圣经里翻译。 希伯来文是, 他是成了一个犹灵的活魂。 活魂, 灵魂的魂。 是什么意思啊? 所以他有完整的人。 所以旧约圣经里面提到魂的时候, 不一定是说到我们之前以为只是灵魂, 飘来飘去的那些。 不是, 其实灵魂也不是飘来飘去的。 在中国人想的很奇怪的。 有时候, 旧约圣经里面的魂, 这代表整个人的意思。 所以大卫说什么呢? 我怎么仰望神呢? 是从我的心来开始, 遇到了影响我整个的人。 所以他后来说, 我的眼不高大, 重大和超不透的师父感情。 你看, 他说我的心, 研究到我的眼。 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明白。 你心怎么想, 眼睛怎么样啊? 他表达出来啊。 对吗? 如果你眼睛是高大的, 狂傲的, 你的心里面是高大的, 狂傲的, 你的眼怎么样啊? 我不知道国语没有想想。 广东话我们说的, 我们是白隔的眼睛, 隔起的眼睛长在二头上面。 你骄傲的, 你怎么看人啊? 你怎么看人啊? 给鼻孔人, 你应该看的。 看不出人, 就是怎样看。 因为你心狂啊怎么样, 眼睛就表达出来。 对吗? 他不单是见识, 眼睛是怎样。 他还说重大和超不透的事, 那是什么样呢? 如果我们不用重大和超不透的事, 用另外的我们身体的肌体来比喻的时候, 应该用什么啊? 这个心, 这个是眼睛, 这个应该是什么啊? 什么会做重大超不透的事情啊? 这是我们的手, 我们的腿, 我们的脚, 对吗? 事实上呢, 这个我的心, 我的眼, 重大超不透的事情, 三句说话呢, 是在四个题材里面呢, 是同意的平衡, 是正同意识的一个平衡。 所以说平衡里面呢, 就是说都是讲同一个意思。 但是讲同一个意思, 后面呢, 加强一点点, 加强一点点。 他说不狂傲, 不高大, 不敢行。 是差不多的意思。 但是呢, 是深入一点点的意思表达出来。 所以不单是我的心, 我的眼, 我外表的行为, 动作都表现出来。 所以事实上, 怎么样培育我们仰望神的心呢? 第一就是, 从我的心来开始。 从我的心来开始。 从我的心, 影响我的眼睛, 影响到我的手, 我的脚, 我的行为, 也就是后来两个心, 就是我的整个人。 当从我们心来开始, 这个心就是我们这个人, 很主要的一部分。 在诗篇里面呢, 修约里面常常说到, 我的心啊, 这些事情是什么。 我的心啊, 你要信拜以后华。 我的心啊, 没有人归暗落。 因为以后华, 用他的口恩来拜你。 很多人的心就是说, 我们在心里的心事, 从最主要的注重, 我们要这个决定, 从心里面开始。 我们整个计划信仰, 不是从外面的行为, 而是从心里面, 生命里面的生出来, 发现出来的, 表明出来的。 就要从我们的心里面开始。 当我们有信的时候呢, 一些问题, 有各种因子。 现在我们讲到服事, 讲到我们要运用我们的恩赐。 问题就是说, 有时候不是没有恩赐, 不是没有服事, 而是什么样? 没有信。 对吗? 谁没有恩赐啊, 这边。 有没有啊, 我在网络书讲的这么多, 他应该每一个人都知道, 你是有恩赐的, 对不对? 但是, 可能因为没有信, 没有信怎么样? 没有发现, 发恐怖, 你有什么用心。 就算有的知道了, 你不是愿意做。 因为如果要做的时候, 要早一点起来啊, 要半个小时, 觉得教会啊, 对吗? 生事很不容易, 对吗? 现在越来越冷的时候咧, 睡觉是比较舒服的, 对吧? 沙天早早起来, 现在到七点多, 天还没有亮嘛。 不是我不起来, 天太阳还没有出来, 干嘛我又出来呢? 更困难。 真的, 我们要真实来崇拜, 也有心。 我们要好好地抗示, 敬拜神, 也有心。 要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事, 也有心。 当我们有信来服事的时候, 你发现整个局面不一样。 大卫就是这个节目的, 在山姆尔基, 下第七章, 当大卫神, 正经说, 一项第一节, 神只有大卫安静, 让他打败所有国家的人, 他安静的时候, 他就住在他一个山坡墓的王宫里面, 他在王宫里面。 他做了王宫的时候, 都会有点赏钱什么呢? 他就跟那个仙剂拉丹来说, 拉丹说什么呢? 哎, 我现在住在这个山坡墓的王宫里面, 很灵贵, 很舒服, 很豪华, 很漂亮, 很安宿的环境, 但是神的乐规还在荡墓里面。 哎呀, 您不看见这个书? 这个书。 如果你在享受里面, 赏福的里面, 你想什么? 你在很舒服的想的时候, 你想什么? 你在家里面, 躺在一个豪华的大厦发面前, 一个六十串的电视, 哇, 现在卖的很牛, 因为GAS file里卖很多嘛, 六十串, 哇, 看着你最爱的那个节目, 看了, 看了, 还有最好吃的一个, 什么果子, 什么, 什么, 你想去什么? 你可能在做, 在看, 它是六十串还是一分钟, 可能七十五串比较好, 它还是不好, 它是上面头里的, 它能更舒服一点, 那有时候我们在享受里面怎么样, 在享受里面, 我们就看见, 哎呀, 我的不够, 它是不够好, 还应该还多一点, 还应该在享受多一点, 对吗? 你没有多少位, 你没有多少位, 你在家里面, 躺在说法, 大法上面很舒服的时候, 你想到, 哎呀, 教会里面, 还是有这些呢, 有没有想到啊, 墓西家的电视还是二十三寸啊, 不然我那也蛮大的, 我没有六十, 但是也没有二十三, 怎么想到, 哎呀, 教会里面有没有信息, 有没有需要啊, 哎呀, 有时候你发现, 我们在舒服的里面, 在暗宿里面, 很少想去解释的, 我们只想到, 我们自己不够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 大卫真是很特别, 他但是对神有心才可以的, 对吗? 不然就只想到, 我还不够, 我还不行, 我还不, 不够好, 但是大卫当他很舒服的时候, 他没有说, 哇, 他这个三寸木, 还不够, 还是应该下一天, 金, 贴在上面比较好看啊, 他没有, 他在那个, 舒服的时候, 哎, 我怎么舒服, 蒙神怎么安典, 哎呀, 我的神, 他的热柜, 还在草木里面, 那个草木跟我的王公比, 长得很特别, 对吗? 我一舒服了, 安静了, 人还在漂流当中, 他, 你看, 他的心想到神, 各种, 只有神是丰富的, 没有缺陷的, 他就想到神的需要, 神国度的需要, 神其他人的需要, 神人民的需要, 他会想到这个事情, 他就跟那个拿单先祭讲, 他没有说到什么, 但是拿单先祭很厉害, 你留意这个拿单先祭, 真心很少讲他, 真心没有讲他, 都是表示他很厉害的人, 大卫没有说他要为神见见, 但拿单先祭就明白了, 大卫简说都说, 好了, 你就按照你的心意来说, 他没有讲什么, 所以你要学了, 我要找到神了, 给我想拿单, 拿单先祭什么心意, 你没有讲, 我就猜到你有什么, 还有啊, 他很会讲故事啊, 拿单先祭讲故事, 真是好听, 对吗? 一个有钱人, 戈壁是一个很穷的, 他叫一个小羊, 爱得不得了, 每天睡觉抱着他, 那个有钱人养了很多的羊, 结果后来, 那个有钱人, 有一个来宾, 高贵的宾客来的时候, 哎呀, 他居然不得了, 拿他的羊来, 来送给这个宾客人, 藏了戈壁那个穷的人的羊来给他吃, 大卫听的故事怎么样啊, 低的药食, 低的药食, 所以他讲的是什么, 女就是男的, 找完这个故事, 一句话, 大卫的愚人最会的, 所以我先说一句, 找完故事就是女就是男的, 哇, 这个拿单很厉害的一个人啊, 真很厉害啊, 结果拿单先祭, 记住大卫的心, 你有卫神见对吗? 他可以去打架, 他跟他说, 我不要大卫, 我从来没有住过圣殿, 我开心摩世间护墓, 我都在那装墓, 自然我的宝座天地涌不下, 什么时候有一个圣殿, 但是我约了他的心, 我吃不给他, 都给他孩子, 所以拿单的大卫说, 你不用再做给你, 他说不要, 人还做不给你, 然后大卫有一个, 就是一张很美丽的打架, 跟你这事, 我没有时间讲到那个打架, 如果有机会, 你听到一个打架, 他说很感动, 很谈的打架, 事情结束吗? 大卫有信为神接生病 神说不需要 如果你跟我怎么样 神啊我要为你做些什么事情 神说不需要 师兄姐妹 不需要你 我秀你的儿子替我做 你怎么做 Hallelujah 神的不是我不要做 是你说不要我做 不需要我做 我愿意做 但是你说不要 不是我不用 我恩赐不是我不不是 是神你说不需要我吗 对吗 大卫有信就是有信 当你读到历代记上28章 你说历代记下的时候 替你上帝记下 你看见什么 他跟所罗门说 现在的蓝色已经有了 现在的材料 我已经是神 神说不容许我 对我天天没有说我不可以 封建 神说不容许我天天没有说我不可以想那个圣殿什么 有信的时候 所以神不诚意 他还说一些神没有说不能做的事 结果他准备一切 结果他准备一切 他准备了生活的方向改变 全部是在我用的 我要来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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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我的头颅不止去想 我怎么打仗 怎么奉献 常常为国家 我想的怎么 这个神的店要怎么建 那个图一个怎么画出来 他的心思 他的金钱 他的时间 他都用在神的心里 就划在神的身上 他有信的时候 准备的感觉 一定的 神需要我们这些有信的人 我们教会需要这些有信的人 神在哪 我们仰望 从心里面开始 当我们仰望神 看见神的时候 看见神的伟大 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 有什么我们不能不奉献给他的 有什么不能不奉献 有什么不能不奉献给他的 所以说你生的从心里能开启 就很不奉献 那个心怎么样开启呢 他再来说 他就说我的心不狂啊 我的眼不高大 重大差不多的事情不敢行 就是说呢 我现在我的人生 我要看了 不就是说 我要做什么事情 有个好像跟王牧师一句教导 我们要恩赐要服事有关 好像相反 这样希望你今天不行相反 而是更重要的一句 他就补充的一句 他就补充的一句 有时候 我们有个对神一个雄心大使 以前很久以前 有个日本的基督徒 他来到 基督徒的很重的商人 他来到香港呢 就是做一个的 他的生意上面的见证 因为他修徒 他每个做生意的机会呢 他做见证 他说先生他怎么祝福他的生意 他怎么希望他的生意来 隐藏国家 大很多人信耶稣 那么香港人在记者都问他 你是日本人 你基督徒 你基督徒 你要说的什么伟大 什么伟大 但是我知道呢 在日本里面呢 基督教是一个很少数 基督教在日本呢 信耶稣的人很少 在日本这个教会呢 如果有100个人呢 那个都是Mega Church 那么我们就MegaMegaMega Church 这100个人 日本的Mega Church 是真的 一般教会很少 只有20个人 10来个人 50个人 已经是蛮好的一个教会 100人 哇真是厉害 那你教会怎么想 你活着基督徒人是怎么想 他回答什么了 他回答什么了 然后日本基督徒上 有在讲一句话 他说你说的 在以前是对的 在从今天话题 有我之后 都不一样 有说你敢讲这个句话吗 你敢讲这句话吗 以前教会是谁 今天有我之后 都不一样 哇真是这个 有时是很佩服前的人 我们也很希望为神 做这么大的事情 我也很敬佩 这个日本人的基督徒 我的弟兄的 这个手心大力 大家听我解释 现在大卫来说是什么 他说来说 我不狂啊不高大 重大撤不透的事 我不敢行 那是什么 那就是说 我现在到神面前 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我重点是怎么样 我不是要为神做伟大的事情 我是为伟大的神做事情 这两个是很不一样 有时我们还是用为神做伟大的事情 我去看伟大的事 不是伟大的事 不是大的事情 我不干 但是 但是如果我是为伟大的事 但是如果我是为伟大的神做事情 所以伟大的事情 我会不会做 而且做的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带人看来是不成功的 马力信 很著名的英国的宣教师 他来了中国 一年以后 才有一个人做伟大的事 他成功吗 如果我们Evaluate王牧师 王牧师 你来到我们教会七年 国以固才 生下一个人 你猜他的结果是什么呀 七年才一个人成功吗 成功吗 谁敢说马力信不成功 对吗 成功不是那个大的数字的结果 今天我们就是在这个世代里面呢 我们喜欢统计 喜欢数字 我们就用那个来 来表示这个是伟大的事情 呼 如果读以撒亚说的六章 神父教以撒亚 我们很喜欢拿一张圣经 在乌西亚王奉的 死的那一年 以撒亚就看见神说的 靠靠靠靠 有天主来说不是 他看见神说 我是有罪的人 也住在我嘴唇不截的人 住在嘴唇不截的人 住在嘴唇不截的名当中 神在撒拉夫就来 借进他的嘴巴 研究他 因为神的声音说 我可以猜猜谁呢 谁愿意为我去呢 以撒亚就很有勇敢地说 主啊我在这里 听猜猜我 很兴奋 我们那个那个 父教弟兄姐妹 谁愿意服侍神就来了 很兴奋 我们停在哪一边 以撒拉夫的六章第八节 常常忘记念 第九节到以后的经验 如果你可以去慢慢念 以撒拉夫的六章以后的经验 你看见什么 以撒拉夫的经验 我们怎么关系 不许大人去都 什么都看得去 他就问神一句 神我要做什么 神就说你做的 你想的 他们去是听不见的 他们看得看不到的 你大人就问神 然后我做到什么时候 神说做到什么时候 整个城都没有了 没有国家都没有 苏木也给敌人啃掉 你剩下这个树的 小的 树等子下来 什么都没有 以赛亚先知是成功的先知吗 我刚才也杂这个情况 如果有一天 神带领我离开这个教会 我要到别的教会里应征 他问 他牧师以前里 可以报告以赛 你以前在教会 做的情况怎么样 我说很简单 我以前在FGBC Wall 我去的时候一天了 我十年之后离开了 一个人都没有了 床都没有了嘛 树木都啃掉了 什么都没了 你说哪个教会还请我吗 如果还请的话 哪个人事部 就是要拿去啃头 对吗 以赛亚就是你要请他以赛亚先知吗 他长到长得很长啊 一长长六十六张啊 你读过以赛亚书真是要命 六十六张 又长期又长得多 结果怎么样 长完没有人听 成功吗 他还继续看见他长得没有人听 他还看见了这人就离开神 他一面讲到他人去离开神 国家面对其人热心打败 他今年看见他继续长到没有国家 成功的人啊 在人看来不成功 在神面前他是忠心的人 因为 只有伟大的神 没有安排他要做人看来成功的事情 神安排他做事 他忠心做完 一直传出去 人不听 人就是神 如果以赛亚书真是说我要做伟大的事情 他可能就不干先去解药 明白我的意思 我们不去解药大的事情 我们只要从心里面发生 为了伟大的神做事 为什么 一篇一百三十一篇 一三成之诗 什么叫做三成之诗 三成之诗在诗篇里面有十五首 十五首 一百二十到一百三十四篇 有十五篇的诗篇 都是叫做三成之诗 三成之诗 有些人来经班神唱的诗歌 有一个讲法就是说 他们从圣堂根据仪器结束 从圣堂的外缘到圣堂里面 有十五个台阶 他们每走一步都有唱一首歌 所以有十五首的三成之诗 是这一个讲法 另外讲法就是说 就是耶路撒冷的圣堂坐在山上面 所以以色列人每一年 南丁每年三次从住的地方 都离开这一家乡 来经班神的时候 他们离开这一地方 要坐到山谷里面 再爬山到上面 到圣堂 因为圣堂坐在山上面 结果是西篇二十三篇 什么叫死因的诱谷 都不是死亡 你经过这个山谷遇到圣堂里面 为什么什么叫 住在耶和华的堂里面 那就是那个羊被献祭 不然大家养到圣堂 唯一的做法就是 唯一要干支就是 就是献祂的圣堂 所以住在神的堂里 不是住在天堂 住在神的堂是完全的 那是神圣堂 这个是西篇二十三天 所以当他们爬这个山路 一边爬一边爬 爬到圣堂的时候 走这个山路很难 走山路很困难 就怎么样 一边走一边唱歌 一边走每天唱歌就怎么样 就有气力嘛 对吧 以前我们有做苦力的人 他们有拉什么东西 一边拉着一起唱 一起唱 就有力气了 他们就用这十五首诗歌 一边爬山的时候 到圣堂一边唱唱唱 来经白神 还有一个就是以色拉基地 西藏跟文说 当神将这个带领 违规的人回来的时候 以色拉 文字以色拉 带着百姓回来的时候 他们有个字说 他们要赏到耶路撒冷去 重建神的殿 这个赏到 赏去耶路撒冷 这个赏去那个字 是上神七七这个字 所以无论如何 这个上神七七 无论三个解释 其中 什么样解释都好 都重有一个意思 就是说 他现在 是来到信拜神的地方 其中姐妹 不是我们 不需要为神 有雄心大志 不是说我们不需要 为神完成重要的事情 如果神安排我愿意做 但神如果没有安排我 做伟大的事情 我直接让我为伟大神做事 我也愿意 为什么 现在 为什么我会不狂 不高大 因为我是来信拜神的 现在我们在神面前 谁可以说我可以狂 可以高大了 谁可以站起来 对神说神啊 我让我让你做更伟大的事情 所以 跟我听到神 帮我仰望神 神是我们的王 是我们的神 我们现在是来敬拜祂 帮我们来敬拜祂的时候 我知道我的慰问 我不能在神面前 以为我有什么表现 以为我什么学历 以为我什么经验 以为我要什么事情 可以 可以为神做什么 不 你看你来敬拜神 以赛要先去看你怎么 福祉神的基路 怕生死怎么样 那个撒赖赴天 天是怎么样 有六个翅膀 他们做什么 如果说 两个翅膀 开着飞 两个翅膀开着飞 你用两个翅膀来飞 所以说 你用三分之一的能力 来做工 三分之二的力量 甚至是 宇床在神的面前 天悲在神面上面 哎呃 有从民物戏的困难 我们多容易给人看见 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有什么的记录 有什么的统计 有什么数据给人看 但是你要花更大的力量 一倍的力量的概述自己 相对于来福祉的力量 因为你现在是站在 最高 最上 最荣耀的神经里 当我们对神有心的时候 有时候神真的会用我们 来改变这个世界 但是可能你看不出 在马太福音 记载有两个人 他们领去耶稣的身体去买账 而不是因为约翰主义 哪两个去领了耶稣的身体去买账 亚里马太人约翠 约翠跟离过敌礼 对吗 所以约翰福音记载 他们都领去耶稣的身体 约翰福音十九章 去买账 这两个圣经说 他本来是恩恩做门徒的 就是不可以公开 怕人知道他基督徒 怕给人看不起他们 他们可能是有社会地位的人 都是犹太人的官长 所以怕人知道他们跟着耶稣的 没有位置 没有联面 所以躲起来 躲起来 躲起来 不能知道 但是到耶稣死的时候 要死了以后 他们可能只有一个心就说 现在是唯一我们要报答耶稣 表现我们的心对耶稣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 现在最危险的时候 看不怕那个危险 不怕那些犹太人的误会 去拿耶稣的身体 因为那个时候你拿耶稣的身体 耶稣犹太人 罗马人 都要追杀 跟从耶稣的人 要抓他们 你现在要出身 要拿 他就说 我跟耶稣有份的 危险都在那里 那他们不怕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除了我表达耶稣的心 我就留下他的心体 甚至说 他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来买账 是怎么样呢 用了一百斤的香料 那个就是 那个什么特别的药 以至于自己会忽烂的 然后之后 用犹太人的规矩 就是用马布卷起来 两块布 一块布从脖体那边 向上 卷那个到腿 然后之后 另外一块从脖体向上 卷到头 完全卷起来 就要用这些胶水 浮沫在上面 连接受 安放在粉墓里面 他能够做东西解决 其实他能够为神尽的心 但是我相信 他们猜也猜不到 他们只是来一点点的心 为神做一点点的心 却影响了我们今天 直到今天 因为他们所做的 直到今天 是我们看 圣门耶稣 真的护活的一个证据 因为他们没有解决做 不知道耶稣是不是真的死透 但是他们解决做的时候 耶稣就算在十几仨上面没有死 他解决买账之后一定死 对吗 你看 你看 这时期真的如果没有死 应该受重伤 眼睛一百斤的伤了 压下去 死不死 一百斤啊 眼睛又再卷起来 再用架水 弥蜂 气都没有头的 放三天不能吐气的 又压下去的 不死也得死 死都透了 但是后来 门徒进去坟墓看见什么 不仍然是卷住的 但只是踏下去 里面没有了气体 耶稣复活了 这两个人 这两个安安做门徒的人 不知道他所做的 居然影响了我们到今天 整个基督教 圣明耶稣复活 我说他们做的时候 心没有想到 我们做一个伟大的事情 要影响基督教三千年的 我们想一想这么做 好 还是买中耶稣 比较有长远的计划 绝对不会这样 对吗 他们只是说 我对神有心 这是我唯一能 报答神的机会 这是我唯一能够表现 我跟随神的心的机会 神给我很多的恩典 我没有跟随他 他都没有什么责怪我 我要表达我的心 他只是做了一点点 神可以将他转化 成为一个几千年 影响几千年的事情 有些好像一直没有什么结果 但到有一天 神都寂寞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不用担心 我们是做一些伟大的事情 我们担心就是说 我有没有好好地敬拜神 你自我能够为这个伟大的神做事情 研究第三就是说 我的心平稳安静 两次的说 这个同意的平衡 前面说 什么也不敢行 不敢行 不要做 不要做 第一个平衡 第一个平衡就是说 我要做的是什么 就平稳安静 好像断一个来的孩子在母亲怀里面 所以这两个也是一个同意的平衡 这两个同意平衡 像组织成一组 就是一个相反的平衡 什么不能做 但是相反来说 我要做什么呢 我不要看你重大的事情 不要看那个 但是我要看什么 你要看神 好像断了来的孩子 在母亲的胸怀里面 这个孩子现在还在母亲的胸怀里面呢 不是为了要起来 他只是为了什么 享受 亲近他的妈妈 医生说 因为妈妈身上有特别的趣味 那一孩 一闻到 他就知道哪个是妈妈 本来在哭的 本来在闹的 有时候妈妈就抱他一下 他怎么样 他的整个静下来的 其他人抱都不行的 妈妈一抱 妈妈一来 有时候妈妈来了 他你声音都行 他都静下来的 有没有啊 我们有没有解样 我们到神面前 神啊 谢谢你给我流来好不好 祝福你流来 香港来的伟他来 还有神啊 我现在不是为了什么恩典 你给我够了 我现在需要的 就是你 我愿意躺在你的里面 神啊 我不需要 不需要其他的恩典 我需要你 宣道会的 川普万能 孙孙博士 写了很好的诗歌 以前我要的祝福 今天我要 施恩者 以前我要 预知 今天我要 预知我的神 我到香港的时候 我跟师母去买 买东西 一边走呢 我就一边跟师母说 买这个好不好 买这个好不好 我从来很少怎样讲的 我一起提师母 要买这个买那个 从来我不讲话 只有她买 我就付钱就好了 但是我不能说因为 她没有买给我的孙女儿 她买的给我的孙女儿 没有给我的女儿 她说 小女儿太小 什么她都不小 她玩具她不会玩 六个月玩什么玩具 但是我说 不过我还要买一个什么 什么吉他买 买买买 所以我们 在吉他三角 今天跑什么地方 就买到礼物 买给我的孙女 和孙女 两个 就是要买吉他 为什么呢 为什么喜欢买吉他呢 当然因为公公爷爷 婆婆就是这样的了 没办法了 比我的儿子要我的面更多 但是我还想生一个图画 就是说 当我将这个黄猪买它来 给她的 给我孙女 给我女儿的时候 我想生什么图画 你知道吗 所以她接过那个黄猪之后 就说 公公 谢谢你 I love you 给我一个 big hug 那个时候 你买 付多数钱买黄猪都值得了 因为她就吓我 对吗 如果她来 公公谢谢你 拿着网具就跑 走去玩了 看也不看你 你下去还买给她吗 真的没兴趣 不要我 你要我的网具 这个是不是你 是不是我 多少时间 我们从神的恩典 这个恩典就跑开了 他会说 不 不要这样 我要 好像短个来的孩子 我要 学习 看中结为神 超过他的恩典 他给我什么恩典都可以 他不给我恩典都可以 因为现在 我长大了 我不需要来了 但是我还需要妈妈 还需要亲近妈妈 还需要躺在神的胸怀里面 那是我们亲密的关系 当我们愿意前来培育这个关系的时候 当你跟神有这个关系的时候 你用心底里面有关系的时候 我不怕你不服侍神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求神 将大胃动力的心 给我们 我们愿意有这种单纯的一个心 来面对你 面对你的恩典 面对你的爱 主啊 吸引我们的心 你就我们发一跑地跟随你 当我们的心跟随你的时候 我们就我们整个人 我们的恩赐 我们的财干 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一切 都会跟着 跟着一起到你的面前 献给你 所以主啊 求你 得到我们的心 为满足 也让我们 在这个敬拜的时候 学习的时间 我们也因为得到你本身 成为满足 打高封耶稣的名 Amen